谢谢你提醒 我们刚才前面闲聊了 是不是讲到 前一次讲座是青年才俊 郑志明讲的艺术史的问题 谈到小明同学 就讲一个故事 小明和我 都有一个女儿 就是喜欢拍小孩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两人聚一块一块拍 以前的话 经常发现这个问题 小明呢 他调出来照片的颜色 我看得很怪 就是他发黄 是一种很奇怪的黄色 我问过小明 我就说 你那颜色 我觉得有点奇怪 偏黄是怎么回事 他说 他也觉得有点问题 但是他也不知道 他说用离康黄来解释 因为他用离康相机 的确有这个说法 离康黄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老是偏的那么黄 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直到有一次 我跟他俩一块去拍了一次 一块拍了小孩之后 我到他家去 两人一块看片 我一看他的那个 一到他的电脑边上 我一看 我就跟他说 我问你这个显示器不对 你不能不行 不能用于照片编辑 因为那个显示器 就是造成这个 整个颜色偏色的原因 这就是提醒了 我就说这个问题 小明是个很有经验的 摄影的认识 那么 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他并没有注意到 他的显示器是偏色的 是一个 并且他那个显示器 是不能被calibrate的那种 我到后面有一张专门讲 就是怎么样挑选显示器 怎么样calibrate显示器 是为什么有这些问题 就是显示器的选择 是作为一个颜色管理中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是被很多人都忽略掉的一步 就是说 你第一步 你没有一个好的显示器 一个准确显示器 所有的颜色管理 所有colibrate的人 都是白谈 因为你看了都是错误的 这是 这个问题就提醒了我 就是说 这个讲座有必要 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说颜色管理 在摄影中间的 一个流程中间的 一个重要性 还有一个 大家都必须能够了解 这样你到最后 你的交流和别人交流 和你自己 到最后 你如果假设想打印 你的照片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一个 你所想要的那个结果 这是 做一个开赏牌的话 就是说是 讲讲 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颜色管理 在过去 在焦片时代 是没有颜色管理的 为什么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 插入这中间 干涉中间的任何一个过程 胶片不是你生产的 然后你拍的时候 条件各异 冲洗不是你冲的 就是踩着胶片的话 然后你最后送出去 print 也不是你干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做的 你就没有办法做颜色管理 但到我们现在的数码时代的话 你几乎可以插手中间的每一个步骤 那么你就有很多控制这个过程 因为你有这些控制 你才有这种机会 能够最终达到你所要的效果 这是作为一个开掌牌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用手机看片 绝大部分人 少数的时候我们用电脑看片 为什么还要讲打印 这东西也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看 不管我们现在手机消费媒体多么流行 多么占比例越来越高 到最后谈到艺术的时候 大家还是用的是照片 就是说你打零一副一 精美照片 博物馆才会去收藏 博物馆不会去收藏你一份 那个digital file 也许有一天的话 digital file也是作为一个收藏品 但是今天还不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博物馆所收藏你的 是你的print 一副高质量的print 这才是艺术品 然后你到了最后 你的摄影的进阶 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不得不 你涉猎这个领域 就是说你怎么想把自己最优秀的 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能够打印一份非常完美的出来 不管是摆在自己家里 还是你以后送给别的地方去展览 我有朋友 他拍很喜欢拍风光 他的那个作品的话 就是被他们公司 就是他们公司看到他的作品 就跟他说就是说 你去把他打印出来 我们复理钱 你去打印出来 我们就放到我们绘匙里面 作为他的那个绘匙的装饰 所以他就在让我给他打印了几个 一些高质量的 他说他自己拿回去之后看到说 他说哎呀我自己看到我的作品 真的好喜欢呢 就是尽管他看了无数遍 他自己的digital file 但他从里面看过自己的print 所以他他他他我给他打印了之后 那个大幅的照片打印之后 他拿着看了非常喜欢 之后他那照片就是挂在他们公司的会议室里面 我就讲讲这些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谈这个打印 因为几乎没有人自己能够在家里打印 现在我我玩打印到现在 我没有碰见一个local的人 他们玩这个玩这个彩色打印的 嗯 美国人有一些网上有一些 但是local的华人中间我没有碰到一个 但是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这个 还要还要谈打印 我不会谈就是说 你如何去打印 因为我知道大家不太可能自己在家里打印 你要养一套设备不太可能 但是呢我会讲 你要送出去打印 你该如何如何处理的照片 你该如何如何跟别人去谈 如何如何注意哪些哪些哪些方面 能够保证你出来的照片是最高质量的 这个东西对你们更有用 而不是说是你怎么样去 在家里买一个打印机 自己再打印付出来 那个那个相当相当的那个 就是费事费钱 还需要很多经验 我把这个挪一下 你们看到的是 你们只看到那个slide 并没有看到我的别的上面的window 对不对 没有 好好好 那个 这个摄影的发展过程呢 大家都知道是从胶片时代 一直到我们现在 今天是数码暗房时代 我个人经历呢 就是 加点我个人经历 我是从大学的时候喜欢上摄影的 那时候的话 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 彩色 彩色胶卷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大概有一年也就拍了一两卷 就是说是 然后黑白胶卷相对很 相当便宜 所以说我妈很支持我 她给我买了一个那个 反正是那时候最普通的一个 就是旁轴相机 然后我就自己买黑白胶卷 我就买那种盘片 盘片就是说电影胶片 然后我自己把它卡成一段段的 就是装到 装到暗盒里面 装到那个胶卷的盒子里面 就是拍黑白的 拍完之后呢 我自己冲印 自己洗 所以说我对那个整个黑白胶卷的 那个摄影 还有暗房技术 就是非常非常熟悉 就是说整个那个暗房技术 全是我自己搞的 那时候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在家里面 我大学就在我同一个城市 我是武汉人 就是说我读大学的时候 每个周末我都是回家的 到家里面之后呢 经常就是等 等我们家里人都睡了之后 我就搞一个红灯 把放大机拿出来 然后搞一些 盆盆罐罐的化学药品 然后就在半夜里面 就在家里面那个走廊上面 就去冲印胶卷 然后印照片 玩得不亦乐乎 所以说我如果有这种 暗房的经验的话 那么很明显的 如果我能打印彩色的 照片 那多么 多么exciting呢 因为所有暗房都只能是黑白的 彩色自己不能弄的 为什么彩色不能弄呢 那个彩色对那个化学药品 和那个温度的控制极其严格 并且非常昂贵 那些化学药品 所以说根本就不可能 自己在家里面 冲印胶卷 还有印照片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到美国之后呢 我就一直有这种 就是说是 哎呀 想法就是说 假设有个那个 能够打印彩色照片的那个打印机就好了 那时候有彩色打印机 但是呢 彩色打印机都是用 用做那个打印那种 就是说 graphic或是 presentation 的 material 就是说不是照片 quality 一直到20年前 好像是整整20年前 Abson出了一款家用的照片打印机 大概200块钱我记得 我立马就是 立马就去买了买了一台 之前出了有一些 就是说是照片打印机 但是都比较昂贵 那一台是真正的家用的 就是200块钱的 我立马就买了一台 从此就就跟打印机就耗上了 一直玩到现在 这就是简单讲一下我的过程 在当然我到美国求学的时候呢 整个摄影过程并没放弃 在这边我就买了那个相机 当然也就是 一直是用彩色胶卷 一直到最后 逐渐过渡到digital 我也是比较早的 使用digital相机的那一拨人 我大概是 对20年前的时候 对20年前的时候 我就买了digital相机 第一个相机是 美能达的一个 五个Mac Pixel的一个相机 那时候那款一出来 也是属于价钱和性能 完全能够达到 就是摄影的要求的时候 我就很高兴地买了一台 我把简单介绍一下 我的个人的成长经历 就是从胶片 一直到数码 到数码相机 一直到数码暗房技术 我们所谓说的数码暗房 就是包括Photoshop 加上那个Photoprinting 这一切连在一块 我们都是叫digital暗房 好了 我再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刚才其实这些人 只能主要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背景 那么我在摄影群谈 不管谈什么东西 第一个感兴趣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人用啥设备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 没有绣过我的设备 因为我不是器材党 我也不是有很多 很高级的器材 就是我只用我够用的 能够有对我觉得说 物美价廉的东西 所以这还是第一次 我在那个秀我的那个器材 那么我是处于一种 比较尴尬的状态 就是说我是家人和梭尼双修 这个东西尴尬状态呢 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现在也是很艰难的一个选择 到底我是以后用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决定 大概率是我会 还是转回家人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出现这种 很奇怪的双修呢 这个原因呢 就是家人呢 我是个艰商 这是肯定的 在那个五反出现的时候呢 梭力赢大量的五反 在市场上 家人就是不动 家人是个俗称叫做牙膏厂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这个就是说是背景知识 就是说我们称之 每个厂家叫什么 家人称之为炮厂 那个尼康大家知道 称之为什么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那个梭力称之为什么 尼巴坑 尼巴坑 对尼康称之为 斜厂 大家知道 尼康称之为斜厂 原因是什么 就是很明显 他跟那个赖克很谐音 那个家人称为炮厂 是因为他 他那个那个 英文那个名字 比较像炮 但家人又称之为牙膏厂 他就说 他有着技术 他有着能力 但他就是一点点挤 他不跟你快出来 然后呢 我也等不及了 那时候 因为当时我要回国去探亲 我需要一个相机 就剪比较那个比较轻便的 我就等不及了 等不到他出来R5了 那我就我就买了一台那个梭力的 我想当时是梭力的话 是可以使用家人的镜头的 这点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是我买的Sony 是因为我用转接头 可以使用我所有的家人镜头 只是效果不太好 不是成像这两次那个聚焦性能不太好 但是我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就买了Sony的 中间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Sony那款镜头 叫24105那个F4那个镜头 那款镜头的话 是基本上是在24105中 当时是成像质量最好的 家人自己的那款24105我有 那款的话基本上是很垃圾的 就是说是他在广角端是还可以 到了长焦端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垃圾 你拍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所以最后到了 我是忍无可忍的 就是那个镜头 就是说但是你有没有 别的镜头可以用 但是我已经忍无可忍 我有2470 整个焦段都非常下谷 但是那个镜头没有IS 就是实际上用的时候 很不方便 所以我基本上不用 那我先打红线的这两款呢 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现在几乎就只用这两个镜头 我Sony的就是这个镜头拍风光 家人的呢 就用用70200拍拍人像 就是这两个功能 然后为什么家人用他拍人像呢 这个家人的话 他那个大家都知道 家人拍人像非常出彩 这个是确实的 就是说是 我比较过 我没法用那个Sony的 就是拍完人像 我不做任何后期 直接给别人 我没法做到 但是家人的 我拍完之机 我不做后期的 我很少做拍人像 或做后期的 就直接给别人了 就是就是因为他那个色彩 非常非常就是符合 东方人的审美观 就是他拍出来的肤色 就是一个白铁头红的那种 目前的话 Sony还有尼康 原文 我能不能打搅一下 能提个问题吧 说说 这个尼康跟Canon的 这个照片的这个色彩 是有差别 对 我听人家讲过讨论过 有人认为 它只是个Display 那个LCDisplay的差异 我就不知道它是 内它是有实际性的差异吗 因为比如说 大家如果读找Raw file eventually 是不是大家都能调到 同样一种色彩 想要的色彩 是不是可以 都可以 两载就没有什么区别 对 这是很好的 很好的问题 为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都拍Raw 我拍照 就是JPG和Raw 都全都打开的 就是说是 理论上面说 是可以调到 任何效果的 但是实际上 就是相当困难 就是说 你调过Fore下面 你调过颜色都知道 你调这个颜色 就动用那个颜色 就是说 你很难平衡出来 你自己可以做一个Profile 其实你如果是用 那个Raw Convert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Profile 你可以Apply 你可以达到你的效果 但你要达到 就是说 我们都审视的效果 拿出来就能用 不用再做后期的 相当困难 就是 这是很多人都试过 有人做了一个Sony的 就是说这家人效果的 那个Profile 有人做过 那么我没用过 但是因为我有家人的 我就 我就没必要再去折腾那个东西 我也没 我也很忙 也没时间去折腾 所以说 我就 只用家人拍人像 用Sony拍风光 Sony拍风光比家人好多了 这点是 这点是肯定的 我也不想 谈太多这个硬件东西 这个我们会以后找时间再谈 家人这个5D Mark IV的话 这个在五反出来之前 基本上是婚纱摄影 和人像摄影的必备 就是说 婚纱摄影中 你一看 基本上都是5D Mark II 然后少数离康的 这个东西是有原因 它就是因为它那个色彩 的确是好一点 你到现在的话 我估计R5应该是同样的 继承同样的色彩 那个 那方面东西 我没有R5 但是我估计是一样的 所以说 我再转的话 我可能就是转往R5了 就是一个机器打到 又既拍风光 又拍 又拍人像 这是最好的 我闪光灯有很多 就是假如以后有机会 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家人闪光灯 神流整个系列 闪光灯 涌着闪光灯 你到底怎么取舍 他们有什么 各个的 就是说 我今天因为 现在时间限制 并且不是主题 我不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就晒下我的东西 你看我没什么高级设备的 对不对 我连真正意义上的大三元 我都没有 但是我用的就是够我用的 下一张 因为我们今天讲打印 我在手机里翻了翻 翻出两张 就是说 我有打印样片的照片 这就是两张那个样片 为什么有这两张样片呢 是 我拍了之后 跟别人说 哎呀 我正在打 不急不急 我正在 我马上就打好了 就是这个目的 然后 然后今天拿在 就是展示一下 就是说 这是我的设备 就是后面那台 是一台17寸的打印机 我打宽幅的时候 主要用这台打印机 就是这个目的 就讲一下 就是说 我出来照片是这样的 然后我的设备是怎么样的 那么 我讲那个 真正开始讲之前呢 因为我讲那个 Color Management之前呢 我想讲一下 那个手机和那个camera 就是说 我们摄影协会有不同人 有不同的经历 你像我们是 原来是从胶片相机 到数码相机 然后在手机 越来越普遍 就是说 我们是先学的是相机 然后再慢慢开始 学的是用手机摄影 而另外有一些人呢 摄影协会 尤其是刚加入的 他们只有用手机摄影的经验 他们甚至有了 有些人还没有那个 高级的单反相机 或者是无反相机 那么这个 手机摄影和那个 相机摄影 两种区别 其实挺大的 我是从那个 我的教训中间 学到一点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那个打印啊 还有那个 颜色管理 有些关系 我就把我 我个人 成长中间经历过的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对别人是不是有帮助 我主要从一个角度 就是从一个 我是会相机 但是我怎么学 手机摄影的 中间的这个角度 如果你是 没有用过相机的呢 只用了手机的呢 那么这个东西 可能你跟我的共鸣 就没有那么大 就是这个 这个说一下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说 手机和那个相机拍的时候 那个取景构图 是有区别的 主要是呢 你用手机拍啊 你的消费的 那个media的地方呢 也是手机 在手机上面看照片 和在大的屏幕上 看照片和那个 打印出来 两个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就是这个一定要 keep in mind 就是这两个有很大区别 我这两幅照片 作为那个demo 左边的呢 那个是我用手机 就在我们家旁边的 那个Chass River 那个上面拍的 我啥都没做 我这都是原片 那么这个照片的话 就说 你如果在 我的大屏幕上面看的话 我有个32寸的 那个4K的那个显示器 那就很扎了 那个质量就很扎 就是说你也不觉得 有什么很好看的 就是说 就那么一点红云 也没有什么detail 但你把它放在手机上面看 你觉得 耶 还能看 就是说是 为什么呢 它中间没有detail 但它有显眼的地方 就是那个红云呢 它有形状 你的眼睛只有那么高的分辨率 你能够看到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你就够了 你的眼睛就 因为你看一幅照片 时间也就是两三秒钟 你就翻过去了 你也不会注意到别的东西 在手机上面看 他们这种照片呢 就是OK 然后呢 我发现 我用相机拍的 我在屏幕上面看的一些照片 我觉得很好看的 我把它烤到我手机上面 就觉得很渣了 就说是 完全看不出那个气氛来 为什么 因为那照片有很多detail 我在大屏幕上面看 能够看到detail 你觉得很清楚 很舒畅 但你到手机上面 就是一团颜色 一团杂乱的颜色 所以说的话呢 我就在琢磨 我说到底是 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们学会那个 那个朱老师 不是以前有句名言吗 就是说 手机拍的手机看 这个话一定要记住 我觉得朱老师这句话 说的是特别特别在你的 就是说 手机拍的东西 手机看 你不要指望 就是说是 把它以后放大了 或者什么 但是 你如果是用相机拍的 你可以在手机看 你可以在相机上看 如果你要是用来 最后作为 显示 或者用来打印的照片呢 你一定要想清楚 用什么东西拍 我右边的第二幅呢 是云漫的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他好像是他去年拍的 就是说 他非常非常得意的 一幅照片 你可以到这个 我的 这个屏幕上面 看一下这个照片 你觉得有什么感觉 他这么得意的 这幅照片 你如果就在 在你手机上面看 这幅照片 你没有觉得很突出 你甚至觉得 还不如就说 一些别人用手机 随便咔嚓咔嚓 几张的照片 但是这张照片 是用什么拍呢 这张照片是用 那个菲斯的 好像是一百 一百个Million 那个Pixel的像 一几几几倍 还不光是这个问题 那个是中华谱 他还是多张接片 你就知道 这个分辨率有多高 他打了一幅 巨大的照片 他就说 非常非常震撼 在照片面前 这是云漫的 我在 我在他的一个 什么讲座里面 听到他说的 所以说 我就寄出了这幅照片 然后我到他的网上面去 把他copy下来的 就是 我是在他一个讲座 听到他提到这个 我只是他做一个示范 就是说 这么 这么impressive的 一个照片 你拿在这个 手机上面看 或是你今天 在zoom meeting里面 在这种上面看 你觉得就是 一团糊糊的颜色 还不鲜艳 这就是两者的 本质区别 就是 手机和那个打印 你对照片的 质量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那么就是说 那个image quality方面呢 我们知道 他们两个很大区别 但是我想提一点的 就是说是有个 大家谈到pixel counts 这个谈到一些 这个东西 pixel counts的话 跟image quality 有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东西 有很多历史原因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的手机 我是Samsung S22 Ultra 他的手机的 那个主镜头 他的主镜头 是108M的pixel 你们所有人的相机 都没有这么高的pixel 但是他工作在什么状态呢 我拍摄的照片 是12个megapixel 为什么 他把9个pixel 就三乘三的并到一块 成了一个pixel output 你可以选择 108M的输出 没问题 只是把文件变得巨大 但是呢 你真正的108和12个 megapixel的输出 两个没有区别 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 就是从分辨率上来说 所以那些pixel counts是虚的 就是千万不要被pixel 给蒙混过去 这个东西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过去的话 因为marketing的reason 他们为了就是卖相机 尤其那种point shoot相机的时候 你增加点pixel count 别人就觉得好像你的进步了一点 别人买的几率更高 所以造成呢 厂家就是一个进的往他们加 从七兆八兆十兆 加到二十兆 那么小的一个声色 加到二十兆 那出来都是垃圾嘛 就是出来那些pixel 到后来 大家也意识到 就是说是这么搞下去 没有办法 所以后来他们就停止了 现在手机也是这样 手机从刚开始几兆 到现在几十兆的都有 那么厂家也开始意识到 以pixel count 去compete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他们又降下来了 所以说像我三星 这款镜头 基本上是手机中最最顶级的 它只有12兆 比你们很多人手机可能还要低 但是它的质量就高一些 因为决定这个质量高低的 不是pixel count 而是声色大小和它的人 那个后面的那个 那个电路的处理 那么你什么时候你需要pixel呢 你要拍风光的时候 你准备打印的时候 还有你做commercial 你接到那个project 有assignment 你刚帮别人做commercial的 这些project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pixel count 那个东西真的有用 那么你有什么不需要考虑呢 你如果只是发个朋友圈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很低的pixel count就够了 就手机的都已经过头了 如果你拍拍别人的肖像 那么呢 有用也不是特别有用 你要个特别下部的镜头 特别高的pixel count 你在数毛孔中的人数出来 你别对方不高兴啊 就是你拍完了之后 还得做柔胶 做虚化 那何必呢 对不对 你第一步就可以不需要 那么高的那个分辨率 那么高的那个count 所以说的话就是说 这东西完全看你需要 那么那个cellphone和 那个普通相机的 那个区别呢 cellphone有它自己的好处 我是一直在慢慢的学 现在越来越多的 开始用手机来拍东西 一个原因是 手机有很多优点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拍的照片 绝大部分 也只需要发个朋友圈的 那个用途 然后真正的你需要 保存照片的并不是那么多 我很多时候都不拿相机出去 然后我就拿手机出去 因为你没指望保存那些照片 你就只是自己 看看发一发朋友圈 我其实朋友圈都很少发 就是在我朋友圈的人知道 我也很少发朋友圈 然后或者给家里人看看 That's it 还有一些原因 就是说是 比如说那个手机的那个 这样机呢 它的处理比那个 这样机的有很多 很多优势 因为它里面结合了很多 AI的Post Processing 你直接拍出来 不需要后期处理的话 手机的照片 其实有很多优势 很多时候比相机拍的好 我后面可以秀给你们 你几张看看 然后呢 你手机上面呢 你高端的旗舰机 上面好几个镜头 游戏最有用的是 中间有个超广角镜头 那个镜头的话 就是说是 你平时带的相机出去 很少有能够带一个 那个超广角镜头的机会 但那个超广角镜头能够是 我估算我的那个补给自由 可能都可以广到14毫米的 equivalent就是35毫米的 还有一点呢 手机相机 因为它的那个声色特别小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什么 景深就是非常非常大 有些时候你利用那个大景深 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我后面还几张照片 可以demo一下 这个就是个人的 个人的话 就从我经验来说 就是建议就是 大家用手机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现在外面 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去 去拍那个 就护照照片 你可以找到app 或者网上 你上传 它跟你 告诉你怎么调试 那么有点大家注意 你要用你手机 拍那个护照照片的时候啊 你不要用它那个广角镜头 它一般的就是旗舰机的话 一般都有一个 不管是三星的还是苹果的 它都有一个长焦一点的镜头 用那个镜头拍 那个镜头一般比它那个 最长最大的那个 最长用那个镜头 那个质量差一点 但你拍那个 拍护照照片 没必要那么 那么讲究这个差别 就说已经足够了 你用那个长焦镜头拍 因为那个变形的话 还是很明显的 你用它那个 一般的主镜头 都是一个广角镜头 然后呢 对初学的那个摄影的人来说呢 你就是要尽快的转到用相机 因为你要是一直停留在那个 手机摄影的话 那个进步是在某一方面可以进步 但是的话 你很难就是达到那种 就是说你想更高一步 这个就是一个我个人的建议 就是说你尽快的转到 但对那个就说是 像我们这种老一辈子 就是从相机走过来的 那么就说 你要大胆的 就是说是去尝试一下手机 我原来是很讨厌手机摄影的 包括现在我也看不上它的画质 但是我这个 我用的量呢 是逐渐逐渐在增多 最后一点谈一下 就是说是跟那个 卡拉曼基本有很大关系 那个手机的屏幕 手机屏幕和那个 普通显示器屏幕 有一定区别 手机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是 它一般人都是把那个 自动亮度打开的 那个自动亮度打开之后啊 你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 那个手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看的是一样的 那后面我们再讲是为什么 但实际上是两个差别很大的 你同一个照片 你晚上躺在被窝里面 拿着手机看 和你中午在外面 拿着手机看 那两个的颜色反差什么 是不一样的 就是keep in mind 这个东西没有答案 就是每个手机厂家的 那个决定 它怎么样处理这个 自动光线的那个 自动亮度 但你要keep in mind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要是衡量你的照片 到底是调的最对的 不对的 你手机看的时候 你要在不同光线下 都看一看 然后跟你在屏幕上面 比较一下 屏幕当然是指的是 你cadibrile的一个 正确的那个屏幕 所以谁说你把它都要test一下 就是说是 还有一点呢 就是手机屏幕 我目前所看到的 就是说很少人有一个高级的显示器 但是很多人有高级的手机 不管是苹果的旗舰机 还是三星的旗舰机 他们那个手机的那个颜色的话 超过了正常的sRGB的那个色域 就是说 但手机里面有两档显示 就是那你选择你的屏幕 一档是那个鲜艳模式 一档是属于自然模式 你如果是 就是说你想达到最保真的 就是说是 你在显示器上面看 在各个地方看都是一样的呢 你最好选择那个自然模式 这样的话 那个照片 它自然模式是用的是 sRGB的那个color space 那个鲜艳模式呢 就是看不同的 苹果手机的话 目前使用的是 P3的那个color space 三星的话那个 我还真不知道它是哪个color space 但三星是极其鲜艳 三星的极其鲜艳的原因 是因为它用了一个 用了一个那个 AMOLED的那个显示屏 那个是目前 最好的那个显示屏 三星一直不肯把那款屏幕 给苹果用 好像现在它也让苹果用AMOLED 但是 但是质量肯定是 它自己用的是最高的那档 给苹果的肯定就是第二档 苹果大部分手机用的是ISP的屏幕 这个我后面再讲一点 如果有时间 我就细讲一下 就是屏幕的区别 你如果是更注重摄影的话 你最好调到那个自然模式 如果是你平时 就是看social media 什么东西 看video啊 那个显眼模式挺好的 看得很舒服的 我再讲一个就是 我有一次出去玩 然后我就没带镜头 我就带了一个 硕地相机 带了一个24105的 因为我忘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到海边去 这个地方也没什么人去的 这个地方 我一看哎呀 那个景还挺好的 但是你没有超广角 你没法拍 我那24的话 就是根本拍不出那个气氛 然后我就拿出那个手机 用它的超广角拍一下 拍完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构图啊 和那个 还是我挺喜欢的 画质当然是没法做了 就说是 但你在手机上面看 不太大的地方 看还是可以的 这就是一个 你临时的话 你没有镜头 你拿手机那个镜头 其实有时候就能够 能够 还有一点呢 在这个下面 如果我用那个 我的相机拍 直接相机出来的 没有这个效果好 为什么 它那个反差呢 其实比较大 手机它自动的 给你做了一些那个平衡 就是那次做了少量 那个HDR的那个处理 所以你能看到天空 和这个石头是一样的 这是 只是准备一下 那个手机的区别 好 这当然也是 另一个就是说是 我在同一个地点 用手机和相机拍的 这是去年秋天 在我们村的那个 Chass River 就是离我们家 几分钟的路 拍了一个秋景 同一个地点 左边是用相机拍的 相机拍的时候 你就发现是为什么呢 我想拍整个是清楚的 一张就像右边的一样的 那么我聚焦的话 我就只能选用那个 小光圈 因为我要最高的景深 因为这张照片的话 这个景的话 做聚焦合成不太容易 因为那个水是一直流动的 就是一直在变的 不太容易做聚焦合成 所以我就选 就是用那个小光圈 大景深 一张就可以了 但出现一个问题 它那个东西流动太快 我用小光圈 我毕竟快门速度不够快 那么出来就是左边这个状态 就说是你看前面就很难看了 这个白的东西都是模糊的 就是说完全不是我要的效果 那么我就没办法了 我一张不能成像嘛 那我就想拿手机试试 我就掏出手机来 手机来一拍呢 它整个就是清楚了 因为利用它的大景深嘛 这个是从大概几十个厘米 我的聚焦应该在几十个厘米 它离我相机水面几十个厘米 然后一直到后面都是无线的 这个都是清楚的 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用我的相机是没法拍的 只能用这个手机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当然画质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在电脑上看 还行 就是说如果不做 不是说你像那种打赢很大照片的话 因为那个手机在晴天大光线 就是在大白天好光线下 其实还可以的 那么同样一个地点 同样是用那个相机拍的 那么我肯定拍不出这个 就是说是它很清楚的 那么你搬模糊状态是肯定很难看 那你另一个极端走过去呢 就是说我不能拍清楚 那我就拍的特别模糊 那么就左边那个照片 我就是把它整个拉丝了 就是说是我加了一个那个ND 就整个拉丝了 这个你又看的可以过去了 就是说是还OK了 就是说是 但你跟右边比的话 右边就没法接受 就是说是就很难看 这就是我就只是用这个这个例子 做一个industry的 就是说你拍的时候 相机不同的设置 还有手机可以同时用 没关系的 你回来你想看你用来干什么东西 你自己在虚择 我得有些东西得讲快一点了 就是我如果讲太快 你觉得那个太快一点 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 因为东西有点多 我怕时间不够啊 你现在速度挺好的 挺好对吧 好 那个我们讲一点 那个basic的那个 就是关于那个整个digital digital摄影 还有这些那个color management 一些basic的一些concept 或者是一些term 因为这个东西 你会大家都会经常碰到 但有时候你碰到 不一定说明白 他exactly说的什么 第一个就是pixel pixel这个大家大部分人都明白 就是指的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呢 其实有大部分时候 是指的显示屏上面 一个显示点 但其实也指那个相机的 那个capture的那个 一个那个成像点 总的来说你不用太区分它 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像点 不管是在哪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像点而已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有点 有点网上也经常 讲不清楚 叫dpi和ppi 那个叫做dots per inch 和pixels per inch 它是两个那个 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一个inch上面 它有多少个点 你可以理解 我有多少个pixel whatever doesn't matter 你不需要那么的精确区分 但这两个东西 用在地方不一样 一个是dpi用在打印的时候 用在就是print的时候 你在一个纸上面 在一个硬器的那个长度上面 有多少个点 比如说你 你nazor print的时候 你经常要是选300dpi 或是600dpi output ppi呢 是指的是那个显示器的上面的 比如说苹果的 经常说是retina那个display 它上面用的就是 retina比如说200几ppi 它用的是ppi 你也不需要特别区分 就混着用也无所谓 它就是几个pixel per inch 有人跟你区分的时候 你就你明白就行了 它差不多也不用太那个 还有一个那个 就是文件那个type 因为有人用苹果 有人用windows windows文件一般有个extension 就三个netter的extension 苹果呢 我不是特别熟 因为我不太用苹果 那么苹果呢 它一般都显示一个icon 它不显示你的整个那个 那个后缀 那个windows本来是显示后缀的 但是新一代的windows 从windows10还是7还是10 忘了开始 你by default 它hide的这个extension 一直看到了文件名 后面是什么文件 它不告诉你 所以NW 你有可能有一个这个文件 可能是jpeg的点jpeg 或者点tif 或者是什么东西 你看不到 看不到 但是它显示那个icon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就很confusing 我个人建议就说 你拿到一个 一个那个computer 第一件事情 做一个摄影师的话 第一件事情 把那个fire extension给打开 这个是我个人建议 就不要 不要像以前苹果那种用法 就说是都是看icon 不看文件名 或者一个extension 还是 苹果实际上也是跟windows一样 都可以 我们基本上都是看文件名 不看icon 对 就是那个苹果也是可以打开fire extension的 是吧 对 OK 这我个人建议就是一定 因为windows 后来它把它改了 它default的时候就把它hide了 你非要手动去把它打开 这点是和我是很不喜欢的 但没办法 因为大部分人用电脑并不像我们一样的 我们的要求那么高 还有一个呢 就是文件的大小和dpi和有多少pixel 这中间有关系 不是直接关系 你可以 你如果是文件存储成是这种lossy的格式 就jpeg 大家都用的 jpeg是lossy compression 什么lossy compression 就是说我可以把一个文件变得很小 只是丢失更多的细节 但是我可以 任何大小我都可以达到 就是一个文件 一个照片 我可以 任何大小 你将写我save成多大 我都可以达到 区别就是说是你丢失多少 还有的文件格式像那个tif 或是psd 它是lossy list 文件格式 lossy list并不代表 它是没有compression 比如说tif你save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compress 但是compress不了多少 就根据你的照片的那个内容 可能压了一半 压了20% 30% 就是depends 所以说你用tif说 你就没必要太压了 因为压不了多少 psd也是同样的情况 它主要是save的是那个pixel 那么你文件大小的话 跟你如果是lossy的那种compression jpeg的话 还有好多种文件格式都是lossy的 lossy compression 那么你要注意这个文件大小 是根据你的设定决定的 那么你save文件的时候 有多少dpi呢 这个东西doesn't matter dpi是个 这个dpi我不太好想解释 太好解释 就是到底有什么用 你很多人知道是怎么用 但是在实际上你用的时候啊 这个东西doesn't really matter 因为你总是可以改的 就是说你重新calculate一遍 save的时候 他把那个dpi save到那个metadata里面 那个pixel不变 所以说你只要保持同样的pixel doesn't matter 那个dpi 它只是显示的时候啊 给了一个显示的那个软件 一个参考 就是说我用这么大的dpi显示 或者计算这个照片是多大 真正不是特别有用 就是你随时可以改的 那么那个colorspace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讲color management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我念的几个是常见的 就是说是sRGB是一个standard 这个是microsoft的最早的时候 create的一个standard 当时的话根据当时的显示器条件 和整个internet和windows 当时的一些条件 它define了一个sRGB的colorspace 这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colorspace 也就是说大部分 就是说是不算太烂的 那个显示器都能够display这个颜色 那个Adobe RGB一看你就知道是谁create的 对不对 这个colorspace就很广 就是你玩摄影的 你一般人都听说过这两个colorspace RGB和Adobe RGB 我后面可能会再讲 直接讲讲Adobe RGB 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不用 该用哪个colorspace Adobe RGB它是很广 它为什么create这个也有历史原因 我可能讲的太多了这些细节 Adobe原来是一个跟printing有关的公司 就是它做的那些软件 是跟print有关 就是排版交印的 那么那个交印的交版 交印版本的那个颜色范围啊 跟我们的显示器 有一定的缺别 它在某些颜色上面呢 它更广 但是有些上面呢 它更窄 它就是很奇怪的颜色 Adobe RGB这个colorspace design出来 就是为了accommodate的那个print这个process 所以说呢 它是如果你要设计你的一个文件 最后送到那个印刷厂去印刷 你最好用Adobe RGB 那那个P3呢 这是个新的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用来越来越广 怎么个广法呢 苹果的所有的iMac MacBook Pro 好像是从2016年之后 都是用的是P3的显示器 就说是质量比较高了 苹果的那个computer 有一段时间用了一些垃圾屏 但是从2016年之后的 所有的苹果的产品 你都可以用作编辑照片 都没问题的 不管它的显示器 还是它的那个laptop 都可以的 就是它用的P3 选择这个 然后那个Dial的高端显示器呢 也是用的P3 或者是用的Adobe RGB 我都有 我几种显示器都有 我有一个显示器是Adobe RGB Adobe RGB是比P3更广的一个色域 P3是介乎Adobe RGB和SRGB中间的一个 也算作是叫做Wide Gamma的Display 就是宽色域的Display 所以这个用苹果的Adobe RGB系统的人的话 就是要特别注意 你用的是一般是P3 手机现在好像我的印象是 也是苹果手机 也是用的P3的那个色域 然后那个Color Profile呢 你要做颜色管理的时候 你经常会碰到这个东西 Color Profile Color Profile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文件 它是Device specific 就是每一个单独的Device 它有一个这么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是跟那个 那个Specific的印有关 比如说我有个显示器 我Catibrate的时候 我产生一个Color Profile 这个显示器呢 那个Color Profile 只对我的那个显示器 在我特定的那个照光照条件下 在我特定的那个电脑上面 它跟它associate的 然后这个associate之后呢 有那个Color Profile呢 我的那个显示器 才能够Display标准的颜色 就是现在高端显示器 一般出厂的时候 都已经Catibrate过来 就是说你拿回来就是能够用 但是并不是说很完美 所以回来还得自己要Catibrate一遍 我右边这边有个小的 那个一个一个一个 Screen Capture的 比如说那个上面写的 Adobe RGB 1998 Apple RGB 这是我在那个Photoshop里面 显示的 就是说Display 就是显示那个 Color Profile的时候 就是在File里面 我Capture的那几个那个常见的 就是说你看还有一个 一个Color Space 叫Profoto 那个也是过去广为用的 现在已经不太有人用了 你有时候还会在网上 看见有些那个焦摄影的人 让你用那个Profoto 就是说基本上他们就是 那个事故不化的 就是说不要用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符合现在的那个 就是操作流程 这是个很广的那个色域 以前是比较有人多 现在是已经没人用了 Adobe已经是过了 已经是非常广了 然后那个HD FHD你们看一下就知道 我把它列出来是因为 你们以后买显示器的时候 这几个词会经常会出现 到底是什么意思 HD就是High Definition 然后FHD是Full High Definition 就是真正的是 我们其实应该真正定的定义 是1920x1080才是HD 但是那个720p的话 也是HD QHD的话 27寸的显示器中间很常见 是这个QHD 它是四个HD 就是Code 那个UHD就是Ultra HD 就是4K 我们常说的是4K 这个东西你要 你要属于这几个词 并不需要记住太多 你卖显示器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好 这里面我刚才讲那个File Size DPI还有Pixel 这东西有一个很实际的 很实际的应用的例子 为什么我谈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 有无数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要送到那个CBS去打印 我送到Shutterfly去打印 我的那个地球照片 我到底怎么resize我的照片 无数个人问过这个问题 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是谁呢 都是会摄影的人 那些不会摄影的人 他牙根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你问这个问题 他都是动摄影的 然后他就知道什么叫DPI 他知道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那个Ratial 那么呢 我简单说一下 这些online的打印的地方呢 他不看你的DPI 他根本就不care 就是说是他e-glo 那个number 你文件里面save成什么东西 doesn't matter 他把那个文件拿去之后 他也不看你的color profile 你embody的color profile 他也e-glo 他就按照他标准的流程 给处理了 就是当成sRGB的color profile 然后呢 按照你的选择的打印的大小 把这个你的照片就是resize 按照他的那个机器的那个resolution 就机器的DPI去resize resize之后呢 如果如果那个ratial不一样呢 他就crop掉 就是比如说 上面是多出来了 要达到同样宽度 他就把上面crop掉 如果是左右两边多出来了 他把左右两边crop掉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流程 就是说 你明白这个流程之后 你也很明白 就是就很容易了 就说doesn't matter 你给他的那个文件 pixel越多越好 反正他只要他空间够用 反正他自己会给你resize的 你如果是特别 特别想自己counter一切 你就用300DPI 按照你的那个打印的大小 去resize你的照片 然后output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纯层srgb的color profile 这样才能保证你出来的 那个效果是你要的 我这个就从截屏的一张 那个就是photoshop里面 这是他的那个 1米size里面 你看这个是sony的相机 他default的给你的 是jpeg是350dpi 或者ppiwhatever 就说是pixel per inch 那么我上面 有给的一个number 就是你怎么样计算 你的照片 你的那个文件 能够打印多大的照片 那么一般的是认为 最低是200dpi 就是你如果有1000个pixel 在一边的话 按照最低的200dpi算 你可以打印五寸长在那边 这就是简单计算计算公式 最合理的是用300dpi 你要保证质量 就是你根据这个300dpi 你来算你这个照片 可以打印多少 如果用200dpi 比如说这个200dpi 我的那个长边接近于8000pixel 我用200dpi算呢 那就是40个引起 对不对 如果没算错的话 那就是我这个长边的话 可以打印40个引起 可以基本上保存 保留这个这张照片的 那个质量 不需要做resizing 就是不需要做resizing 如果打印更大的呢 需要在photoshop里面 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像是 那个upsize 有很多 很多第三方软件 放大照片 不损失质量的 你就可以用那个处理一下 如果是你不打印40寸以内的 那你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因为它的那个分明率足够了 好 我们真的现在讲 讲的在到 大家有没有需要休息一下 或者上个厕所 或者什么 我们就接着讲 还是 因为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小时了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需要 我想问一下 我想有个问题问一下 嗯 你刚才说 Adobe RGB是为了打印更好的质量的照片 才Adobe公司设计出这个色彩空间 后来又说打印的时候要用sRGB 那么我想问一下到底打印的时候 是sRGB还是Adobe RGB 哦对 这很高兴你把这中间的这一点点 那个这个细位区别给大家capture了 事实上呢 两个都是对的 原因是Adobe设计那个打印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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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色彩空间啊 它是用于字版打印 是不同的打印 就是你拿了一本书 我在没 手上没有一个 就是很漂亮的 比如说云曼的摄影集 他说他写的那个 比如说那本书 那本书你打开里面都是焦板质印刷的那个照片 色彩很很饱和 很漂亮的 它的是那种是焦板的印刷的 工业化焦板印刷的过程 它是用于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用的染料啊和什么 跟我们普通的还不一样 就是所以它是那种打印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用的那个是指的是 online的洗照片的打印 所以这点区别 以洗照片的地方呢 它为了大 印刷杂志的话 应该是Adobe 对对对 OK 这几次你说这个送到CBS去打印的话 你要用SRGB 对对对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的照片从头到底都是SRGB 就是整个后期制作全是SRGB 如果我要去印刷打印的话 我把它转成AdobeRGB 不用不用 印刷它完全可以handleSRGB 但是的话 我都问 对 就是说你在你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点附来 就是说 简单说就是说 你假设你有一个SRGB屏幕 大部分人的屏幕都只在这个范围 我很少见到有人有AdobeRGB 我有个AdobeRGB的那个屏幕 那么你编辑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东西 你是用的是SRGB的那个整个流程 那么最后印刷出来的是exactly 你看到的 因为AdobeRGB可以handleSRGB 但是呢 你miss掉了一点什么呢 假设你有一个广告 那个广告啊 它也特别特别鲜艳的一个 比如说那个 它有一个广告是一个dress 是一个红色的dress 那么它的那个印刷过程呢 其实可以produce更鲜艳的一种红色 但是因为你用了SRGB 你的那个在屏幕上 你也看不到那个红色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produce它 就这个区别 你在屏幕上面用SRGB编辑的 你能看到的 最后印刷出来 exactly就是你看到的 只是我们拿这张照片上面 比如说这位女士 是那个红色的一个衣服 对不对 它红色有不同的shade 有不同的那个鲜艳程度 比如说那个最左边的那个 女生的她那个裙子脚上 那个红色就很鲜艳 我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这两个色域空间的区别 差了30% OK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 印刷的时候 如果原本是SRGB 它不需要转成Adobe RGB 因为会有更好的质量产生 也不影响它的质量 对对对 你只是你编辑的过程中间 你不用Adobe RGB的话 你miss掉了一些 它能够印刷出来的颜色 但是你没有用 就这么回事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讲那个Color Profile 就是整个那个Color Management 过程中间呢 都是用那个Color Profile 来来来来 manage 这个这个这个 Device from device to device 这个Color是Consistent 就是你要 你要保证这个Color是Consistent的话呢 你要每一个device 都需要单独的Calibrate 但事实上这达不到 就是你买一个那个相机 那个相机里面出厂 它都Calibrate好了 你不太可能在自己 去Calibrate一遍 是可以的 就是有些那个 你在外面会卖一些Target 给你拍照 然后做颜色效准的有 但是一般人都不会去做 就说是 但理论上面是每一个设备都有 如果是工厂生产过程中 用大量生产 它如果control在一个 那个范围之内呢 它会supply一个统一的 那个Color Profile 就是说大家都用一样的 出来结果有点区别 没关系 反正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来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会降低成本 只有高端设备 才会每一个都去Calibrate 然后这是一个文件 这文件的话 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得见的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看得见 比如说你相机里面 有Color Profile 它是embedded在那个 相机的那个formwell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你在 在Windows或者是Mac上面的 你是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文件的 比如我 我显示一下 这个是我从我的 计算机上打印出来的 在这个目录下面 就有很多那个Color Profile 它有的用ICC结尾 有的ICM结尾 这些文件 有的是Windows自带的 有的是我 Calibrate显示器之后 留在那的 比如说有中间 你看到有个DEL U2412M 这个是我用那个 Spider Calibrate的 那个显示器之后 它save的一个Color Profile 还有一些 你下面Epson这些开头的 都是我装那个 Epson Printer Driver的时候 Driver装进去的 就说只是告诉你一下 你不需要记着这些东西 只是一个FII的Information 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是很有意思了 就是说我们 我们都都 人都可以看见那个颜色 颜色 这是Color Science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是光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有颜色 这是一个叫三原色理论 就是说 如果一个光源发出的光 只需要有红绿蓝三种颜色 可以组成任何一种可见光的颜色 就是说我们可见光的颜色 这是从400纳米到700纳米的一个波长范围 这个是三原色 有两种三原色 一个叫做加色三原色 大家以前肯定都见过这个东西 只不过就是说是中间有些内战联系 我再讲一下 就是说是把这个东西引出来 就是思考一下 有些东西其实比我们表面看到的 还是要深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人 因为这些颜色理论 每一个方面 每一个小方面 都是别人写了很多PGD论文写出来的 就是做了好多年研究 很多PG论文堆切出来的 才能到我们今天这么简单的 很容易的 就是说是拿起相机就能拍 然后送到CVS就能打印 就是说 中间还是有很多很多PG论文的 一个是叫做加色三原色 就是光 就是显示器是利用这三原色 还有种就是 你如果画过画的话 就是你知道画画的颜料的三原色 那个颜色三原色 说起来像是红黄蓝 其实不是 原来你最小的时候 你学画画的时候 告诉你三原色是红黄蓝 你用那个颜料 可以混出所有的颜色 其实不是 真正的是Maginta和Sign 还有Yellow 它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回事呢 它为什么要加色呢 就是说 你把任何两个不同颜色光加一块 你可以产生另一个颜色的光 显示呢 就是说是 这个颜料 比如说是Maginta Maginta是三个原色中间的剪掉了一个原色 它就变到 它剪掉了绿色 它就变成了那个Maginta 所以说白了就说是 它是红和蓝组合成的一个颜色 你一个颜料 一个颜料的颜色是有什么决定的 是它反射的光决定的 一个白光照上去 有三种颜色 RGB 我们假设就简单的说吧 就是一个RGB组成的那个白光照上去 那么它开始反射 你的眼睛能看到是反射光 如果它反射两种光呢 就变成了Maginta 或者Sign 如果它反射 反射那个三种光呢 就是白色 如果是什么都不反射呢 就是黑色 这就造成了颜料的三原色 所以只要有这三种颜色的颜料 你可以Combine成不同颜色的那个染料 这个东西有个奇怪的东西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三个颜色中间呢 打印机使用的 就是使用的是CYMK 这个颜色 这个三原色系统 为什么多了一个K呢 这个东西有点意思 就是说我们理论上面的话 就是 加色的三原色 是可以做得很纯的 就是说你发光二极管 可以做得很纯的颜色 所以你只需要三个颜色 不需要任何一个别的 那个颜料呢 就有个问题了 自然界存在的颜料啊 它没有一个颜料 能够达到那么好的 就是说是完全完全全的 把一个颜色吸收掉 比如说你吸收掉一个Green 得到Maginta 它做不到这一点 你找不到一种颜料 能够把Green百分之百吸收掉 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你不能百分之百吸收掉 你把三个混在一块 就是一种灰色 而不是黑色 这时候呢 就发明了就是K K是黑色的意思 然后他加了一个黑色的颜料 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 就构成了CYMK 这个是打印的基础 这个作为打印的基础 然后你看到这种三种颜色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 就是说你如果是那个 理文科的background的话 你有没有想 我原来就是想 为什么人会看到三种颜色 就能够看到所有的颜色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也想这个问题 我想这东西肯定是 有些生理原因 就是人的眼睛啊什么的 NW的确是 它背后的原因呢 这些东西都有 都有Science原因的 背后的原因呢 就是人的那个视网膜啊 它真有三个Sensor 就是说是 它分别对应的是 红绿蓝三个颜色的 感应这三个颜色的 这就是根本原因造成的 我们只需要三种颜色 就能组成所有的颜色 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 里面有感光细胞 它就只能感受这三个 但是这个三个的颜色 不是很纯的感受 你看左边的 只是一个解剖图 右边的话 是它的那个反应曲线 它里面有三种 那个锥形细胞 叫Cone Cells Cone Cells 不同锥形Cells 对光的反应不一样的 你像蓝色的 这是它的感应曲线 它感应的曲线 就是说在中间的这块 它是最灵敏 超过那个东西 它也能感应 只是就是信号弱一点 同样的 跟绿色和红色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绿色和红色 overlap很大一部分 但是就靠这一部分 这么一点点区别 它中间还有一点点区别 人的眼睛能够把信号送到大脑 我们大脑就能够合成不同的颜色 其实你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到530这个地方 就是一点530纳米 这个地方是有点黄绿色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是黄绿色怎么形成呢 是因为眼睛感受到那个绿色 特别的pick 红色呢 它也能感受到 那个红色那个空色也能感受 它也有信号 但是把两个信号在脑袋里面合成呢 它也认为是这个黄绿色 这很奇妙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东西就有点意思 另外讲一个有点意思 然后 大家都知道射盲 对不对 其实不光射盲 还有射弱 在医学上面有两种地方 就是射盲射弱 就是说在人类中间 男性中间 有百分之九十一 一点四人是正常的那个视觉 但是有将近百分之八的人 男性 他是射盲和射弱 我后来想想 我们学会这么多人 男性的话 一百个人肯定找得出来吗 最近肯定有一些射盲和射弱的 只是我们大家平时就说 不知道而已 女性就少多了 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这个基因在X卵射体上面 同样的假设 补算的话 假设是百分之十的 大概是百分之七八的 那个carry的那个rate 那么女性的话 比男性就少 十倍不止 女性也有 只是不到百分之一的 这个射盲和瘦弱的 这是一些有趣的 关于色彩的一些知识 就是有关 但是不是直接相关 那么后来有时候还想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人类看到三种颜色 我们感到红绿蓝 红尘黄绿蓝脸子 我说别的动物是不是也会看到这种颜色 他们看到这不同的光波长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脑袋里面反映出一种颜色呢 我一直想中 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为什么就是装着说的 只飞鱼 你也不知道这种鱼是怎么感觉 对不对 那么但是科学研究发现呢 的确不同 它能够发现大部分哺乳动物啊 只能感受两种光 大概是黄色和赛阳这种光 就是说它这个视网膜的细胞啊 是跟人类的不一样 可能只有两种光谱 比如说狗 它只能看见黄色和赛阳 别的颜色可能也能看见 但它估计就只能用这两种颜色 去合成 在它脑袋里面合成一种 不知道什么颜色的颜色 就是说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那么更有趣的是鸟 鸟可以看到RGB 它外带一个第四种那个受体 是UV的 肯定是肯定有生物学上的意义 帮助它生存 至于它脑袋里面有这三种颜色 怎么合成一种颜色 我们是永远不知道 就是但是很有趣 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鸟是怎么看颜色的 就是 那个 所有这些 为什么有color management的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人的眼睛呢 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它有non-linear这种response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的那个adaptation 你们可以快速读一下 这个这上面的字 因为你看可能比我说要快 这份non-linear response呢 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就是说同样一个亮度变化 但人眼看起来呢 它并不是同样的变化 就是说你在低光的时候 一点点增加一点点亮度 它感觉亮度增加了那么多 但你高光的时候 你增加一倍 但是人的眼睛觉得 你没加多少亮 就这个区别 这个区别造成了之后呢 我们有个γ在所有的设备里面 有个γ曲线 我不想深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 这个东西就比较枯燥 为什么仪器背后怎么工作的 比较枯燥 第二呢 我本身是个半桶水 所以说我也不能很深的讲 但是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display或者相机 它里面都build in 那个γ曲线 这个γ曲线 就是把它transfer了一下 就是把这个亮度 还有这个东西 最后的output的结果 就是让人眼能够感受到的东西的话 就是说是 就是让你相机拍到的东西 更接近于人眼 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仪器跟人眼是不一样的 仪器是linear的 或者是接近linear 就是说你给signal 1 它output的1 你signal 2 它output的2 或者2.1 类似于或者1.9 就是比较接近于是linear 眼睛 人的眼睛是log级别的 就是它对log的反应 是比较明显 对那个linear的反应 是不明显的 不光是人的眼睛 人的所有的感官都这样 比如说耳朵 耳朵也是log级别的反应 大家知道那个分贝 db 哎呀 我觉得我扯远了 这个db db是指数级 我就说一说一下 也是因为人的耳朵 对这种所有的信号的反应 也是指数级的 然后还有一个 造成我们要color management 基本的就是一个color的那个adaptation 就是眼睛的adaptation 就是说所有的color是一个perception 不是real的 它的用仪器去测量和你看到的往往是不不确定的 比如说有一个现象叫做Purking j 那个字是个外语 不是英语发音 我也读不清楚 他就说你戴low light的时候 你的人眼对蓝色更明显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你记得我们拍照片的时候 晚上夜晚的夜景往往拍的是蓝色 对不对 不光是那个 不光是那个 声色或者我们color balance的问题 他事实上那个人眼 他在晚上就对蓝色更敏感 就是说看着蓝色更亮 就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拍晚上照片都是蓝调 也是也不能说完全巧合 也是有生物根据的 还有一个就是chromatic adaptation 也就是说你拿一本书 白纸黑字 你不管是在太阳灯下面看 你看到是白纸黑字 还是你在你晚上那个 就是黄不拉击的那个灯 灯下面的看 你也是白纸黑字 为什么那两个 两个你用相机拍出来可差得远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人眼的这个适应性 这就造成了一些困难 就是说是 我给你一个monitor 你天天看那个monitor 你永远也不知道你那个monitor的颜色是说的 你总觉得他是对的 因为你看一个段时间之后你就适应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一定要用仪器效忍 好了这个真正讲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再讲讲的series 就是说是 看来monitor 是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 我们拍照片的话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 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景物 这个景物中间呢 有一部分是反射光 有一部分是直射光 比如说那个太阳透过云层 发射出来的是直射光 不管它反射光直射光 到了那个相机的sensor 相机呢 它里面有built in的color management 它已经categorated过来 它根据一些特定的设置条件 它会给你一个那个digital文件 或者你capture raw 你回来自己在convore给它不同的条件 比如色温呢 给它的color profile呢 都可以改 那么后呢 你就到了你的显示器 你从相机里面拍的照片 要正确的显示 在显示器上面显示 你也需要一个color management 这中间就涉及到color profile 显示器要calibrate之后 它就是正确能够显示 它能够显示的东西 如果一个显示器 它不能显示那个颜色 一怎么calibrate都没用 我后面讲那个 讲那个显示器那一篇的时候 我在讲 然后从显示 你做完photoshop编辑之后 photoshop里面有built in的color management 我不想具体讲怎么样子 在photoshop的color management 因为那有无数个youtube tutorial 你可以去找 大部分都已经讲清楚了 就是说是你该怎么做 他不一定讲的清楚 或者他也不一定明白 就是说背后的很多东西 但是这个流程 他是讲清楚了 你可以找无数个 这个我就不讲了 那个很好时间 那么你从那个编辑完之后 到打印 这中间又有一个color management 一定要遵守 就是说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 这个过程中间 都有一个color management 然后你最后打印完了 打印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完事了 就没有color management 也不是 你看这个在博物馆里面展览的照片 它有特定的要求的 它有特定的灯光 特定的亮度条件 所有东西都是预设好的 所以它整个过程都是有一个color management 我们之所以很多人说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是因为什么呢 它很多厂家已经把这个东西简单化了 都已经blue in了 大概就是说是 你不知道的话 也八九不离十 就是说就是 你能够拿出一个可以用的东西 你会快速读一下 这些那个要求 我是简单说一下 一定要最开始就说是 你要选择一个好的显示器 没有一个好的显示器 一切是白搭 你所有做的东西都是错的 就是说是 不管你多么努力的做color management 你懂多少 都是错的 那么你拿到一个好的显示器之后呢 你要calibrate 不管它是不是畜厂已经calibrate过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现在最popular一个 叫SpiderX 这个也不贵 就一百来块钱 理论上是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 或者是几个人拥有一个 大家可以笑一下 我并不很常calibrate 大概一年calibrate一次 因为我觉得 觉得我的那个眼睛的灵敏度 和那个我的要求 并不需要像那个 那个做法 就studio那样的 这每个星期要calibrate一次 我觉得我的一年calibrate一次 也就可以了 就是说 所以说这个 这个地方 袁文啊 那个 所有的电脑啊 还有那个monitor 来的时候 它本身 其实window吧 Mac soft window 它本身有个calibration 可以calibration的monitor 那个 我有时候会做 那个会有点帮助吗 没有 那个 尤其是Mac 它带了一个 好像我印象的Mac 带了一个 那个calibrate的 一个软件 那个是靠人眼 就calibrate的 那个是完全不准的 就是说是 比没有强 但是 但是你想达到那个标准 有时候你calibrate玩得比不calibrate更糟糕 因为你的眼睛是有偏色的 所以你要么就就就就别 别calibrate 用那个window 或是Mac那种 就是手工的calibrate 你要么就别别别用 你要calibrate就用hardware 的calibrate 谢谢 其实Mac的你怎么怎么calibrate 也是没有用的 调不过来 那个Mac比Windows要好一点的地方 就是在color management上面的 Mac是因为它是 唯一一个厂家生产 显示器也是唯一一个厂家生产 机器也是唯一一样 它出厂的时候 你拿到手后 拿到手的话 尤其现在就是2016年之后的 所有的Mac的产品 你基本上就说 不是偏的太多 就是说 基本上你不calibrate也能用 Windows就不行了 Windows厂家无数个 质量高低 称之不齐 有垃圾的 有高端的 那你不拿回来calibrate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 原文啊 实际上我有时候用了四元九郎 我就发现颜色不对 我就用那个Mac soft 它本身带来的那个curbit curbit一下也好一点 肯定没有那个device curbit那么accurate 因为像你讲 你本人是我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的 但是好像搞一下好一点的 那个东西呢 就是说 就是前面刚才讲的眼睛 那个adaptation的问题 就是说 你在那飞机能calibrate 你最后越calibrate 你觉得越match 就是说是 它习惯了 它就已经偏了 就是 你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你说 我看两眼就走开 我过几分钟再回来 在扫眼那时候你才是你的新鲜的感觉 就是那个颜色啊什么东西的 你要在那边盯着看的话 看你尤其是在fotoshop里调调照片 你调了半天之后啊 你怎么看都是你要调的那个颜色 因为你眼睛是习惯的 好 那个不知道这一页 这页其实内容很多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已经 9点半了 没有时间讲了 就是 还有什么 大家有什么问题 在这一页里面 我最近跳了很多东西 就是没有细讲 就是说是 因为没有时间 对不起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用这个Spider X General Calibrate的时候 那个你是 我是 就是 外源的光 是During the day 对着太阳呢 如果是晚上呢 还是白天呢 他那个Calibration 那个Device Profile 会不会那个效 那个不一样 是 是不一样 这是good question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涉及到 怎么操作这个Spider X了 对 标准的 标准的一个 一个Studio的工作环境 是 是一个比较暗的 就是在一个室内 遮掉直射光 一个比较相当暗的一个环境 然后他Calibrate到120Lum 这个范围 120Lum是一个比较 是相当暗的 就是说是一个亮度 就是显示器是120Lum 但是你如果房间的光线的话 比较亮 或者是 比如你在公司里面 肯定是有光的 那么Calibrate的 那个显示屏的亮度 是不一样的 大概的话 建议是200Lum的 那个Calibrate亮度 那就亮很多 有什么概念呢 我就说一下 你从 你买一个Dial的 这个Monitor回来 你开机的话 它的亮度 大概设置在75% 我见过很多 都是直接设置75% 75%就相当相当亮了 估计有300Lum 就是 那么你一般 你要调到那个25% 然后Calibrate 你如果像你光线比较亮呢 大概你要调到量调到50% 就 你低一点回来说 你拿个新的显示器回来 你把那个亮度把它调低 它一般出厂设置亮度都非常高 已经高过我们 我们应该使用的亮度了 然后有人问那个X-Rite 那个目前市场上面两款 一个就是Spider 一个是X-Rite doesn't matter 你这两个东西对我们家用的话 就说是 doesn't matter 哪个便宜买哪个 就是哪个UNSELL 买哪个 那个Spider的话 那个UNSELL的机会比较多 经常UNSELL在100以下 比如90块钱 我经常看到 那个增价也就是130吧 我不记得多少钱呢 现在 它很久没出新的了 所以SpiderX就可以了 几个人合用一个都没问题的 它因为 因为现在显示器 不像以前CRT 要经常Calibrate 现在那个LC的显示器 相对还比较稳定 你像我 就是一年Calibrate一次 就可以了 可以 谢谢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要单独在讲的话 就是如何Calibrate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小时 这个东西 所以肯定没有 我今天是把大的东西都过一遍 那么有问题 我们下午再讲 或者是大家去YouTube找 那个东西 就是主要目的是 大家知道这个背后的原理 是Why 而不是说How 这个东西 下一个slide呢 我再讲 下一个slide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时间很多了 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话 这篇的讲的话 就是什么是Pixel 这东西的话就有点 你本来大家用过Photoshop 谁都知道Pixel 有RGB三个颜色 但这个三个颜色表明是什么意思的话呢 大部分人都不明白 其实这个一个bit里面 250个 256个不同的值的话 这个值表明什么意思啊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值 我想说的时候 你读一下 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 你讲了 就说 就说假设有个人 你问一个人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Pixel R是250 另一个Pixel的R是 251 它们两个有多大区别 这个是没有answer的一个question 这个250和251的区别 就只有1 这个1是啥 没有定义的 它根据很多别的条件来define的 就相当于我们 我打个比方就说 为什么说这个是进阶边的 就说 你如果觉得你对那个Pixel 已经很了解了 你再仔细想想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Pixel 中间那个数字的中间差的1 那个1差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不知道这个答案 就相当于我们问一个生活中的问题 我说老王比老底高3 请问老王的身高 这是没有答案的一个question 对不对 你首先需要你要知道老王的身高 你需要知道是第一 老底的身高是多少 对不对 这要一个前提条件 作为参照系 第二你要知道单位 这个3 3是个什么单位 是3英区 还是3厘米 3毫米 他都没说清楚 所以说 我只告诉你一个条件 老王比老底高3 你永远不知道老王的身高 真正的绝对身高 你只能回答说 只能说是比如说老底比老王爱三 你只能这么回答 我这个东西讲多了会不会越搞越confusion的 下回也可以单独讨论这个东西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 好 那么这同样根据上面一个那个东西 你无论做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有个那个点叫做mid-grade 就是RGB 比如说你是127 127 这个mid-grade是个什么意思 其实也是没有定义的 我在右边画了一个灰卡 什么是grade card呢 如果从胶片时代像我在过来人的话 这个是摄影师人手一张的一个东西 它这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卡片 卡片印了一层那个灰色的那个东西 那个灰色的反光率是18% 就是标准的18%反光率 这个灰卡干什么用呢 过去拍胶片的时候 不像现在你是什么都看得见 就是说你拍完了 还得好几天才能看到结果 那么你用这个东西去作为测光 或者衡量你的那个偏色 它这个标准的是18% 是defined as mid-grade 在那个胶片时代 所以你看这是18% 那么不同的carl space define这个mid-grade呢 不一样 比如说S加RGB 它事实上是21.4%的 是relative 你注意这是个relative luminance relative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relative 你必须知道 最黑和最白 那个是0和255 这两个是没有define的 是根据不同的device来define的 或者你用的color space 这两个没有define 但是在同一个color space之内 如果define那个呢 这个mid-grade是21.4% 那么同样 另一个color space 它是18.4% 所以说我这个point 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是 这些东西的话 你以为你觉得 我看了一个数字 127 127 就知道这是什么color 其实不是 这东西都没有define的 一直要到最后 根据那个显示器的color profile 根据你choose的那个gamma 显示器的gamma 你才能真正看到 它显示出来是什么东西 它就算显示出来东西 也不是说是 作者原来想 一定是它想让你显示的 只是作者suggesting 127 127 是一个mid-grade 你怎么display 其实up to you 这就为什么需要这些color management 就是我们要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都不确定的东西 都define出来 我把这个东西跳过去了 这个东西没时间讲了 这个目的就是 不同color space 它有不同的大小 我们现在只注意三个 SRGB Adobe RGB 和p3 p3是个比较新的 我前面就说过 就是大家记住这个p3 因为你在生活中以后会碰到的 我这个都跳过去了 好 那个我特别快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slide 你快速读一下 你一定要买一个好的显示器 好的显示器不代表是 是 贵了 你现在在买显示器 你要买是ips屏 或者va panel 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 也没有本质是一样的 更新的 更厉害 更贵的叫做OLED 或者Armonet Armonet是三星的那个专专利的东西 就是我们手机上最好的那个手机品 是Armonet 这个是最好的屏幕 它的色域会非常广 千万注意不能买tm panel的 你如果买个显示器 它上面 现在显示器都上面会告诉你什么panel 如果它啥都不写的话 你就forgot it 你不要花时间去找了 它啥都不写的话 肯定是垃圾屏 就不用在那个了 你要看到第一 一开始就很跟你明确说 这是ips屏 然后是100%sRGB 那么你就可以买 然后呢 要注意 laptop的屏幕啊 绝大部分是垃圾屏 都不能用来编照片的 除了那个苹果的2016年之后的那个产品 嗯 屏幕之前的有一些产品也是垃圾 就是说那个屏幕也不能用 大部分laptop的屏幕都是tm panel 就是尤其前几年出的 现在刚刚开始 比较多的laptop用ips屏 但同样是ips屏 也有垃圾和不是垃圾的区分 基本上 没有几个laptop的windows 我只windows的laptop 能够用于编辑照片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只有几个高端屏幕 比如像那个 我有个Dial的那个 那个屏幕 5D接近于sRGB 我还有那个nanova的 给我们家小朋友用的 它是ips屏 那大概只有7-80%的 那个sRGB的color space 尽管它是ips屏 所以在上面看颜色都不对 那个tm panel呢 它不光是颜色不能显示那么多 它还有颜色角度的问题 就是你头一歪 它的颜色就不对了 所以说绝对不能用tm panel 终于编辑照片 这是切记切记 你买屏幕的时候 你把这一页的话 尽量去记住到是多少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是所有的color management 出错的都出在这一步 第一开始都出在这一步 至于后面用错了 什么sRGB RGB 那都属于高级错误 还不是普通人能犯的 那只有他知道了color management 之后他才会犯这种错误 而这个显示器是 所有人第一开始都会犯这种错误 然后注意的话就说是 现在这个p3的monitor 在高端中越来越普遍 就是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 那个ips那个屏幕 苹果的现在都是用的p3 然后我现在是正在用的这一款 那个32寸的一个dial的那个 那个屏幕 它不叫做那个 WRGB的 它根本就没写 我买回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它是p3的 一直到我看了categorate之后 我才发现它是p3的 这个呢 我就copy了一个 那个costal卖的一款 那个它的那个spec 就是它那个显示器的spec 根据最新的那个model 这款32寸 这款可以用作编辑那个照片 这款你看重要的几点是读几点 第一它写的是ips resolution的话 这个是个32寸的是 4K是比较合时的 好 很重要的一点 p395%的color gamut 非常重要 这证明这是个p3的monitor 属于wide gamut的比较好的 然后那个所有的ips都是178度 178度view angle tn的话 这个地方就可能不是710 178 比如说170 160 它写的 所以只要低于178的 都不用考虑 这是给你个示范 如果你买的 买的那个显示器 大部分都是用的sRGB的 像我这种少数的有Adobe RGB 但是我不怎么用它那个干真实音 因为它的颜色就不对 结果出现一个mismatch 就是说大部分网页都是用的是sRGB 或者它没有tag 没有tag都是sRGB 你用一个正常的sRGB屏幕显示 就是exactly 是what you publish 比如说你去 你去买一个衣服 随便找个网站 到Messie网站去买衣服 它上面显示了图片的颜色 它都是看不过根据sRGB 你如果用一个Adobe RGB的显示器去看 那个颜色完全就不对头 就是说是oversaturated的 我这个图画在这里方 目的就是说 你要match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如果用了一个很高档的显示器 其实你颜色都看着错误呢 你要考虑一下 我大部分时间是用它上网 值不值得 我少数时间用了 用Photoshop 你一旦进入Photoshop之后呢 Photoshop能够recognize 一切那个color space 它一定会正确的manage 就是说不管你用的是哪一种profile 它都可以正确给你display Outside Photoshop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要考虑这些问题 我是提醒着 我没有时间继续 就是今天没有时间继续往下面讲 就是说因为那种态度 这个browser呢 也是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browser 你也不要急 你要好的 你不要急就这样 可以延长点也是可以的 你自己长 不要急 就是说这个browser的话呢 你我刚才谈到就是mismatch 比如说你的显示器跟你的照图形文件的 它那个color space是不是match 还有你的软件知不知是这个color control color management Adobe是所有产品都支持 Outside Adobe呢 就是有问题了 那那browser用的最多的browser呢 也是个问题 就说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支持那个现在的几个新的browser都支持 但你要进去还要设置一下 就是你要再做多的research 这个table有点老了 已经outdated了 我只是做一个显示 就是说不同的browser对color management是不一样的 你要自己再去研究一下 你用的是哪种browser 怎么在里面把color management打开 怎么强迫的color management都需要自己再去 我就显示一下 这个是我的一个显示器 就是用spider calibrate 或capture screen 这个显示器就是一个100%的sRGB的显示器 这个呢 是我先用的这个 这个就是p3的显示器 我刚才贴的那个costco那个33%显示器 unsells还挺便宜 好像只有400块钱 就是大家有兴趣 有人下回可以去看一下 他unsells只有400块钱 是不错的一个可以编辑照片的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绞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摄影师 你看过很多文章 也会翻很多文章里面告诉你 你要那个用adobe RGB 这个东西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这个都是 一直到现在我还看到很多人 建议用adobe RGB 或者是profoto 就更更离谱了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是reading 你如果是很清楚你的 understand你的那个整个流程的时候呢 你拍的时候用raw 你无所谓 就是说你最好是建议 我建议你是用stick with sRGB 你只有当什么时候 adobe RGB有更好一点的 假设你最后的output是要打印 那么你从弱文件开始的话 你就用adobe RGB呢 比较好 但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必须有一个adobe RGB的显示器才行 据我知道了 这没有几个人 有adobe RGB的显示器 既然你都没有这个显示器 你用这个 这个color profile 或者这个workflow 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我建议你99%的情况下 你都使用sRGB 只有当特殊情况下 你知道你要最好output 你能看到这个颜色 你再用adobe RGB 因为你有raw file 你随时可以把它在conver了一遍就行了 我也没时间细讲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raw file的话 那个你知道的时候是用sRGB 你可以把它convert成wgp 它的它的本身的是那个carspace 是raw file里面是保存了所有的东西 是吧 对对 就是你相机里面选择什么color space adobe RGB还是sRGB doesn't matter 如果你shoot的是raw 因为你总是在convert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enable到 转到另一种color space 它的信息都在里面 如果是jpg的话 就没有这个new 因为它已经那个编码过了 对 jpg的就是它 因为它color space 已经embedded在那个file里面 所以你读的时候 它就已经告诉的那个view 那个那个软件 我用的是哪个color space 你什么display 但是你 它这样的话才能压缩嘛 它的那个 那个同样的这个拼的颜色才能压缩 对 你说很简单的意思吧 我们大家都99%的人都只有sRGB的display 包括你手机 假设 你去拍你的那个单反机拍出来 你选的那个adobe RGB 你如果不经过后期处理 重新convert成那个sRGB 那么你直接把文件给别人的话 别人看到都是watch out的一种color 就是颜色很怪 就是一种淡淡的颜色 你像我拍照片的时候 我都是raw和那个jpeg同时capture 然后回来后根据需要 有的我需要保存raw 有的我不需要 有些给别人拍的 就是我直接把jpeg给他就行了 我如果拍的jpeg 我回来还convert一遍 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对不对 你反正给别人总是给sRGB 对不对 这就我强调一点 就说是网上很多东西错的 就是说不要不要那个 就是有些人他理解的一半 adobe RGB是个更好的color space 是没错 但是不符合你的现实 就这么讲 当我们有一天 每个人都过渡到 我们都有adobe RGB的那个display 所有设备都是 是adobe RGB display 那么我们大家都用这个color space 那是更好的 那个打印 我觉得是没有时间再讲了 这个 这张slide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个亚当斯啊 我们知道他是个伟大的摄影家 其实亚当斯他自豪的 他自己按照他自己说吧 他是一个那个print master 他认为他最自豪是他的那个暗房技术 就是说他一张照片 他在那个暗房里面要花好几天才印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photoshop里面 十分钟搞定的 他得在暗房里面搞定 搞好多天 这就是区别 技术进步的区别 那个anthom Adams在MFA有一次展览 大概两年前吧 我去看了一下 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幅就是那个snake river的那个 那个照片 最有名的 我当时就特别想看这一幅照片 因为太有名了 我想看一下那个print是怎么样 我也读过他 他怎么样 就是说是为了print 在暗房里面熬多少天 然后呢 我看了这张照片 原片不大 他print的肯定很多 这那天展示的呢 肯定是其中的一张 是不是高质量的一张 还是低质量的一张 我不能肯定 但是我看了之后呢 我反正是觉得就是不很impressive 那个那个照片质量 就是甚至这么说 你在这个我屏幕上看到这张digital的照片呢 比他那张实物照片要更好 就是说 你觉得将于这张照片是他scan之后 经过digital enhance过的 这东西不能怪他 因为那个年代 40年代 技术跟我们现在真的没法比 然后 你同样的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呢 我这东西很多东西 我没有时间再细聊 我就是简单 把slide赶了过一下 这个是我 十年前到 到到到同一个地点 去去去拍的 那天正好有云 那么 我就花了一会儿 就是后期处理 那是十年前处理的 我今天我处理 我可能比这个这个 就是后期处理 可能比这个也更好一点 我十年前后期处理的 那么你跟跟他说 跟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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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他花了多少天 用的是大大画幅相机拍的 跟我那个就是photoshop比比一下 我多省事啊 很快很快的 我就就能处理成这个这个样子 但当然了 你永远不可能capture 他是这个照片的 你知道最大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地方 尽管在同一个地点 他修了一个观景点 最大区别是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什么区别 你想复制他的照片 不太可能的 用无人机拍 无人机是可以的 但是也不可能 因为所有的national park 都不允许无人机 对这也是事实 对所以说你 就是说作为我们的 业余摄影者的话 你永远没法复制 他的这张照片了 就是他 我前景这一片树 全部长起来了几十年 已经永久的 把他这个挡住了 就是还有远处的树 长得倒不是特别多 就是现在已经那个view 已经被树挡住了 你看他这个是 非常clear的view 我没法复制的 就说我刚才 大家很想 就是我有无人机 可以去试试 其实所有的national park 都不让 这是另外一个 网上我考的 就另外一个人 他拍的 就说你一看的话 就同样的 也是被树挡住了 但是我只是想 double一下 就是说用现在的相机 真的非常容易 把那个 亚朗式的东西 重复一遍 甚至比他拍的更好 但这并不能简易说 我们比他更伟大 因为他是开先核者 是他创造的这些东西 给了你一个示范 我后面的东西呢 就是都是跟那个打印有关的 就是说假设你要 你要那个 你有一张特别满意的照片 你要送出去打印 该怎么办 肯定没时间讲 我挑着讲一点点 这点 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说 你如果有一幅 很满意的黑白照片 你要送出去打印 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有很大麻烦问题了 那个 commercial lab 他就说是 你比如送到 送到 Adrama 或是Costco 他把那个黑白照片 当成彩的照片 它print 因为把你当成彩的照片 print出来 有个什么问题呢 他如果那个 那边 calibrate 不是perfect的话 他永远也不可能 perfect 他上面有color cast 就是你出来照片 不是黑白的 可能有点偏黄 偏红 或者偏蓝 都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呢 他那个contrast表例 用它当成彩色在print 那么你要真的print 一个高质量的 那个黑白照片呢 你就没办法 你是选择 就是说 你要花大价钱 跟一个 那种pro lab 人去谈 说我要打印黑白的 让他用那个黑白印 打印 然后呢 或者是 你自己那个 就是学会打印 你用那个 你像我的打印机里面 它有几种黑白的墨 就是不同shade的 那个黑色的墨 可以用它打印 那个黑白的 那么就说更好 还有人呢 就把打印机改装了 就说 本来彩色打印机 有八个墨盒 他把那个八个墨盒 来就装成不同 深浅颜色的 那个黑色墨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打印 非常丰富色调的 那个黑白照片 但是那是个很复杂的 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需要 所有东西都是 那个手工control 就是因为你要control 每一个channel 那个黑白的 这是我想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 还有呢 你怎么怎么区分 你呢 现在那个photo printer 是很普遍 因为技术的发展 真正的那个 你要打印照片 photo printer 你要至少那个 那个墨盒 至少要六个以上 那种是photo quality 普通的那个彩色打印机呢 四个硬刻的呢 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你打个四成六 八成十照片 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就因为技术进步 因为它的那个 那个硬刻可以 越来越小 dropping的越来越小 它的分辨率越来越高 那么就说 其实只用四个颜色呢 就可以那个 可以打印出 就是很丰富的层次 但你要更好呢 你要就是 至少要六种颜色的打印机 那是photo printer 这个 这个我不想再细 那个那个 没有时间了 总结来说呢 就说是 你要在家里打印呢 现在呢 是不太合算的 第一 打印机不贵 但是 那个 maintain这个打印机的成本很高 就说是 我之所以目前还 maintain这个打印机呢 是因为我还舍不得放弃 说实话 那个真正 我现在打印量的话 都不justify 我花的上面钱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亏钱 就是我是在 maintain这个打印机 我就算偶尔帮别人print一下的话 就是东西 也不足以justify这个 就是在上面亏的 就说是 这是个问题 就是 然后呢 还想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要在外面打印的话 有不同级别的 就是说 一般的你像那个 Adorama 这种 CVS Costco 这种就属于一种 commercial打印的 就是说 面向大众的 质量是 肯定不高 但是也 acceptable 但是Adorama 不只有那个 给我们的几块钱一张 他还有更贵的 就是 那种属于pro lab 就是 你要跟他去谈 你要什么要求 你要打印成什么样子 你要跟他谈 那个就很贵了 就是一张 然后那个自己在家里面打印呢 就是成本也比较高 就是说 基本上说是在小size的话 他比外面去打印成本要高很多 但稍微大一点呢 就是差不多 就是 这个东西 就真的很多 很多那个detail的 我就 我都 下回有空 其实一张slide我可以讲十分钟 我们以后再以后再讲 因为现在时间到了 然后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大家问 因为 因为既然讲完的话 就是有人不不在的话 就说有事情的话 可以可以自由离开 那么有人他想留着问你问题 也可以 就是 原文 那个chat里面有一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简单答案 就是说 我说一下问题 是不是有photoshop 我就不需要买高级monitor 这个是个反的 就是说这个肯定答案是no 就是你可以 你需要拥有一个高级一点的monitor 但不一定需要拥有photoshop 但是你拥有photoshop 没有一个好的monitor呢 你出来的东西颜色肯定是不对的 不是说你完全不能用photoshop 但只是说 你要注意你出来的颜色 跟别人看到的可能不一样 谢谢 明白了 好 原文 谢谢你的讲座 很有受益 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家里自己打印机的话 用哪个色域空间好 我大部分时候用sRGB 因为一般的打印的照片的话 很少有在sRGB之外的 但是呢 你有些风光照片呢 你经过后期处理呢 事实上比那个 比比较鲜艳呢 就有可能在sRGB 外这个有点复杂 就是说颜料的色域 它不是 你的打印机是几个颜料 我的有八个 九个 九个 对就九个颜色 OK 那基本上Adobe RGB用起来还是不顺 它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 为什么呢 它那个 我倒回去 讲一个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显示了 这样显示了一个 这个色域图 Gamma的图是个3D 但是很多时候 它投影到2D上面 就是别人好看 其实是个3D的 你发现没有 它那个 Adobe RGB 那个网状的 包裹了那个 那个十星的那个东西 就是说 那个打印出来的 那个色域 那个Gamma的 在那个Adobe RGB之内 但是 它有少数的地方的话 它突破了那一点 就是说 它甚至都在Adobe RGB之外 只有少数一些地方 所以它两个 不是完全包含的关系 它是中间有一定的 那个 不包含的关系 所以就比较复杂 OK OK 那你一般在外面 像是你说那些 比较cheap的打印的 那些公司 打印的SRGB 不会有问题是吧 没问题 它这样的 就是说 你送给它那个照片 如果是SRGB的 Cart Space 它出来大概 八九不离十 就是说 不会偏得太狠 但是呢 它那个Commercial Lab的 那个东西 质量也有区别 因为它用的是 那套系统的话 它是为了高速 低质量 它出来那个 颜色的鲜艳度 和反差 跟那种Customer Print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就是说 波斯顿中 有哪些 比较好的Customer Print 这东西 每一个地方 都有Pro Lab 比如我刚才说 那个大家很常用的 就是说 摄影人用的 那个Adorama 它那个 大部分用的 它就是普通的 那个打印 就是说是可能跟 Costco好的一点点 也就是那个 同样档次的 但是它里面 还有Pro Lab 就是那种 专门有TagTishing 操作大型打印机 我记得那个 试光圈的成员中间 有一个人就 也玩打印 上次我记得有一次 大家有一次讲座的时候 他就中间有一个人 就说他们展览的照片 就是他亲手操刀打印的 那个人恐怕已经不在 试光圈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打印的时候 照片的亮度 要不要提高 这个就是根据你 如果是我的 Monitor Calibrate 非常好的话 还有我的打印机 我也Calibrate 很好的话 基本上是所见即所得 事实上在Photoshop里面 有一个选项 叫做 叫什么 叫Proofing 叫Proofing 也就是说 那Photoshop simulate 你出来的是个什么结果 你如果告诉他 我现在有一个打印子的 那个Profile 我前面不是刚才显示的 很前面显示了一些 比如说我告诉他 我现在用Epson 这个archival matte paper 用这个 因为我有这个 Paper Color Profile 你给我simulate一下 打到这个paper上面 是个什么颜色 什么那个东西 Photoshop可以display 正确display这个simulation 你这个意思 还是要在自己的打印机上 送出去是很难做出 送出去不行 对 送出去 但是你可以 同样可以simulate 在那个Photoshop里面 就是 对 你送出去做不到 你送出去 你送到哪家公司 对 但是如果一个 一个ProNav 他如果遵循 这些所有的操作 那个Color Management 因为现在这个 他们应该都这样的 就是说 你如果在你的 好的显示器上面 看了 应该更出来的结果 八九不离十 就是说 这个很难说 这个很难说 因为显示器就像你说 因为显示器的亮度 你可以调整的 打印机的亮度 我不知道应该可以调整 但是怎么调整 我不太清楚 对 但显示器 显示器你很难说 我是一个标准亮度 很难说和光环境 这个综合的 对 很综合的 所以说你根本说不清楚 这个事 对 就是我现在还养一台打印机 我还有好几台呢 就是说是 我一直在就在struggle 到底是继续留着 还是算了 就是因为它的确有好处 我可以控制一切 但是问题呢 就是费钱 我记得你上一次讲打印的时候 不是说 比如在外面打印是可以把这个profile 一起送给他的吗 然后他可以用这个profile 这个不是你送给他 实际上比较好的打印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用什么纸 你知道了用什么纸 你就可以calibrate 用这个profile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亮度方面 亮度就是你在calibration的时候 你在调整你的monitor的时候 你一定要照 照那个 因为你觉得你这张照片 很漂亮的时候 然后你 你哪怕拿到打印公司去 就是我说的是广告公司 那种非常专业的打印公司去 你在他的monitor上看 也很漂亮 因为他们的打印 他的monitor也是专业 打印出来的结果还是不一样 所以他会调整 他需要调整 对 打印的时候 没有你打印 打印机和monitor 实际上要calibrate 很难 就是非常专业的公司 都很难做得很 对 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问题 也没有很好手术性 是什么呢 它可以做到颜色没问题 这个比较容易 因为遵循这color management 整个process 有color profile的话 很容易做到颜色没问题 但是那个就说是浓淡了 这个东西就不太容易 因为你在显示器上看的 和纸上的那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这就为什么 photoshop面 就是proof 就是用photoshop 就simulate output有很大帮助 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但是有一定帮助 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很难解决的 就是说它亮度区别 怎么控制 这个比较难 颜色是很容易控制的 只要calibrate好的话 颜色不会偏的 就是红的出来是红的 但是有多深的红 这是另一个question的 就是 这也是自己养print 最贵的地方 你在print的时候 和screen和那个打印机 calibration的时候 要浪费很多支 浪费用好几支 才能得到你满意的结果 我以前 很多年以前 我玩那个打印 玩那个canon的12个颜色的打印 就是会浪费很多 很多ink和那个 指头 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对对 然后做得去 ok 那个我倒是跟你一样 我有一个canon12个ink的 你也是 但是 确实是很难用 很难用 就让要浪费很多 你真的是做不出 就是打印不出你显示屏上的效果 很难 尤其风光啊 我觉得 其他的也许会好一点 我这个事情都是浪费钱 我最终的遇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全是打印的sample 就是说是 全是浪费的 就是打印的sample 对对对 全是calibrate的这个printer 你想我就这么厚的东西 这个确实 说明打印还是一个 所以说呢 挺有技术的 最合算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协会 就一个人养一台 就是找一个人养一台打印机 就是说大家用 这是最合算的 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 你大部分时候的话 就是说这个东西太耗浅 其实我觉得现在 你送到那个professional 那个printing shop 还是比自己养合身 送过去还是要 还是要那个 每一张照片 对 就是说 每一张照片 你都要笑色 他打小样 你拿你的显示屏看 对对 一般都不一样 每张照片都要笑 所以每张照片 都要花好长的时间 才能打得出来 对 这是正常的 你如果打那个大的 你比如说我的打印机 最大只能打17寸 你如果打那个 就是说是很大的 挂到半面墙的 你只能送到外面打 但是的话 你养个的 打印机也有用 就是说你要打小样 你要看到那个效果怎么样 你才能跟那个大样 因为你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印一张 那个那么大的 你也不想 他一次印失败 很贵 对 打得非常贵 你也想 就是说小样 先打打一些那个小样 看看是什么效果 最好 对 你一般可以 professional level 你可以给 叫叫他们 继续给你的 proving 对对 满意了才才印大的 对 它是肯定的 因为打一张大的 价钱实在太贵了 所以你在没有满意之前 是不可以开工 打一张大照片 对 所以说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 完美的答案 就说 比如说我养的胆子 我什么时候准备 不养它 因为你养的胆子 不光是那个 木啊什么 那些维护 我花很多时间去 maintain它 就是它老出问题 那个absor 打眼镜 老有问题 就说你要会玩的 打眼镜 你最后一定会成为 一个修打眼镜的高手 这就为什么 我所有的东西都能修 你玩完了之后 你就没办法 都得动手修 所以说 我打眼镜也能修 我不光是汽车能修 打眼镜是什么东西 我都能修 对不起 问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 就是最初你曾经说 那个canon的那个相机 照人的脸的颜色更好 那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它照的 更接近人的真实的颜色 还是照的比人更漂亮 肯定是 肯定是不真实的颜色 就是谁愿意看 谁愿意看真实的颜色呢 它就照了别人 就是它是根据 比较这么说 它那个color profile 它有点夸张 那个就是说是 肤色浅的人 就是给你一种那种 粉嫩粉嫩的感觉 就是说是 它把那个人的 那个脸部拉亮 然后那个颜色呢 就比较粉嫩 就是说你 我是想找一个相机呢 我要照比较大幅的绘画 就是说让那个 尽可能的让颜色呢 接近真实的颜色 那你说这两个 买尼康 这个没区别 因为所有这些相机 它中间都有一个 那个profile 叫做那个neutral 或者是standard 所有的相机都有 你射到那一档的话 它拍出来的 就是更接近于 就是说是世界的真实颜色 那你说就是相机上 我们要这么找到 那个地方调到某一档 对对 是吧 这是什么 什么这个参数 是那个profile 就是在那个相机里面 所有的现在高档相机都有 那个profile之后 你要调到什么水平 是更接近 他里面有一档 一般比如说有一档叫neutral neutral neutral就是说 neutral就是说 它更接近于世界真实的 它不做任何修饰 嗯 好 非常感谢 那个原文啊 嗯 你这个topic非常interesting 我看这样讨论下 可以一直讨论下 你看要不今天晚上 我们到这里怎么样 好好好 好 行 就说下午有问题 可以把它攒起来 就说我们在群里讨论呢 或者是下午再找个时间 因为我省了很多东西 那个内容太多 嗯 我都没有仔细讲 要不下次再讲一次 就要不讲那个print 嗯 可以一直在群里讨论 嗯 好 那今天 这样吧 那个 原文你讲 就今天事件 另外 原文我建议啊 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topic 你可以做一个系列讲座 这样的话呢 你每一个就可以 就可以从 从细化 因为这个 这么大的topic 你两个小时肯定讲不完 比如说你就干脆 就是做成一个系列 一二三四 这样去讲 对对 这也是一个办法 你看我今天就故意就没讲 嗯 讲号 我只讲外 你讲不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对 那个号的话就是 包括你在photoshop里面怎么做 看来 本身就是一堂课就是 刚才东西的建议很好 系列讲座 那今天这个呢 那今天这个呢 等于像一个就是叫序认 给我们一个概念 一个全面这个描述 那将来可以一个一个topic 谈 这也挺好的 就是你要不要辛苦 对 你比较辛苦 我们会大家会非常感谢你 这样吧 今天时间不早了 那我们就到这里 我也不做详细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原文今天讲的非常好 按照他自己的话的描述就是 他讲的是夏里巴人 讲的夏里巴人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讲的都是我们日常摄影过程 能够碰到跟颜色有关的一些问题 是的 但是我们听到就要发现 这个夏里巴人的underline 还有很多羊群白血 这个以后慢慢系列讲座 我们慢慢展开 慢慢学 这个我觉得挺重要 挺有帮助的 谢谢原文 谢谢 everyone 还有没有 也谢谢那个 大家在周末花时间来听这些 这些这些讲座 我有时候都是觉得 别人来听的讲座 抽出时间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了 就是 今天 50多个人的 那算很多的 现在刚刚大概晚了 只有那部分人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们有问题 可以在群里面再接着问 就说是 都可以 多种方式 对 其实有一个优势 原文才在群里面 这优势挺好的 其实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其实还想大家一块讨论 讨论 比如说 像我刚才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也想跟大家讨论讨论 就是说 因为 因为有些很果精的东西 我也很有兴趣 就是跟大家怎么理解 我的理解 对不对 像这种东西 就是还有那些 这个东西 我想问的 你这个8bit和16bit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修图的用电脑 我知道电脑费的就差很远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对你大部分 就是说是打印的话 8bit OK 就是没有特别大 但是你如果是做极端修图 做极端修图的话 就是说你要 你要 你要 比如说那个 把它那个设拉的 就是说修改很大的话 你用16bit的话 可能会smooth一些 就是说是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基本我知道修图的人 都会用16bit 那32bit 完全没必要 电脑是扛不住的那种 因为电脑是受不了 32bit来修图 但是有没有必要 完全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因为你16bit都是overkill的 most time 你这么想吧 就是你和250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那个一个grade color 145和150 中间差了5 你能用肉眼区分吗 区分不了 很难 很难 5肯定区分不了 对 所以说你 你再把5分 他又加了 那个8个bit是多少了 8个bit是256 对 相当于又加了 把那个5分成256分 你连5都分不了 区分不了 你的眼睛 你再把分成256分 每一份 你还是去分不了 就说是 但是为什么你需要 那个16bit呢 这东西也有原因的 就说你做一些 那个转换的时候啊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在中间这么多阶段的话 它会出现那种 叫做bending 俗话说的叫bending bending是什么时候很容易出现呢 一片很干净的天空 你用一个JPEG压缩之后 你在display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天空 本来是均匀的一片 它会出现那个 就是说是一条一条的 那种就是一个color 在下面再连一个color 这种叫bending 你说的是摩尔文是吧 那个 就是纯 我们说的光板天吧 光板天的天空 如果颜色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红的到紫的 或者怎么样 anyway就是那种 比较绚烂的颜色 在一个没有云的天空中 发生变化 会出现很多条纹 对 那个是JPEG压缩的一个artifact 就是说 它之所以压缩 那个JPEG压缩的 那个数学算法 那个比较复杂 我不是专家 就是说 那中间是跟那个有关 但我们就说 16bit 8bit的话 就是说 有些在那个编辑的时候 你做些转换的时候 它会那个 就是说 如果没有足够的 那个阶梯的话 它会出现 就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说那种bending OK 在那个 你佛德书夫做那个 做什么 做那个 blending model的时候 你这个 比如说 你是125 你这个和 127的话 它的算法 得到的效果 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算法 有的是 比如说就是 你125的 做一个这个 做一个 怎么说呢 threshold 它会就是 根据这个threshold 得到出不同的公式 所以说 肉眼看不会区别 但是你在 不认定 model的时候 有时候会 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这样好不好 那个现在已经是4.24了 这个topic非常interest 我们可以continue to discuss在其他的场合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群里面 或者是系列讲座 或者其他形式 反正这个原文在 这个是个我们方便 好不好 要不今天晚 我们到这里 行 因为太晚了 大家也该休息了 明天上班 明天上班 对 要不今天我们就这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英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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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近啊 我关了 我关了